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VBA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它會彈出來 不會蓋住 蓋住你整個視窗 那一般我的習慣這樣 我會把它先縮小一點點 放在旁邊 為什麼因為 一般那個VBA程式 有點像是 你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用敘述性的 把它一個一個把它寫出來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自動完成 有點跟Excel溝通 你幫我做什麼事情 那我給你一個 一個流程 你幫我把這些跑完 結果就做出來了 那裡面可能會需要做到幾 需要了解 第一個是變數 變數就是 裡面可能會改變的 比如說列 第幾列 然後呢 哪一欄 然後哪一個儲存格 那跑多少次 那除了跑多少次 還有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這邊的排名 是小於7的話 1欄裡面小於7 就把它的A欄的資料 幫我call到F欄的這個位置 這感覺 那當然你邏輯清楚之後 你要怎麼樣把我剛剛講的邏輯 變成一個敘述 那個敘述就剛剛你們貼上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可以有這個能力的話 以後你做事情 就會 感覺會很流暢 按下去就好了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把那個公式給貼上 所以在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 這邊 因為現在 剛剛試一下 一直在轉 那我這個 雲端版本會update 所以我剛剛有貼一點東西 因為我怕你們剛剛那個 有些畫面 有些畫面可能 這現在還不見了 有些畫面可能沒有follow到 所以我把它貼上 我會把它貼到下面 那這邊Ctrl C 再切過來這邊Ctrl V 貼上 但是 第一個可能遇到的狀況是 我的字太小 這個裡面的字如果太小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從工具 裡面有個選項 你可以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我建議大概至少12吧 不然這個9號感覺太小了 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撰寫完畢之後 怎麼跟按鈕連結 那這等一下再來看 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去產生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一段程式怎麼來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敘述 那我把它D掉 Delete掉 假設我重來 這個從頭 假設你要重新撰寫的話 一般是從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先模組 在模組裡面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裡面 然後會有sub 跟function sub就是跟按鈕比較有關係 按下去就執行 跑完就算了 不要告訴我結果 那方選就是剛好不太一樣 你給他一個參數 他給你一個結果 就跟 在Excel裡面那個函數很像 也就是說如果Excel裡面有 某個函數不存在 你也可以 自己把它定義出來 自己寫出 你要的那個函數 這個我後面有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講 那我如果今天需要有一個寫一個 一個按鈕 按下去可以自動幫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給一個sub 然後按確定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public sub 前期名 那我們需要的部分就是說 第一個 我希望將來 幫我寫到哪一個 寫到F欄 那我先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也許假設 叫J好了 J指的就是說 我將來要寫到 這個F欄 的第幾列 那我要從第2列開始 所以 等於2 給他一個初始值 告訴他說 我將來要寫到F欄 然後呢 我從第2列開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去比對 比對 從哪個範圍比對呢 從 這個 第2列 一直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的話呢 基本上 假設我今天是從第2列 一直往下找到 找到第43列 那你可以給一個範圍啦 所以在 那個VBA裡面 第二個需要了解的 重點就是 你需要一個回圈 那回圈 最普遍的啦 我想就是F欄 那這個F欄的話 你可以給一個i 這個i指的是 你要從第幾列 從等於 第2列 一直到 第43列 這個一個敘述啦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NAS的意思就是說 下一個i 它會先從2開始 NAS就變成 i就變成 先從2開始 NAS之後變成3 變成4 一直到45 那我們列就知道了 再來的話 我做一個判斷 所以按一個Tab if if什麼呢 我的 假如說我的 E欄裡面的 列 是第2列 的這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 小於 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就 把這個資料 的 A欄 call到 這裡面來 如果Sales 那這裡面的話 我多用了一個 物件名稱 叫做Sales 這個Sales 非常重要 在VBA裡面 用它來指向 什麼呢 指向某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後面 刮斧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 一個Raw Index 它會問你說 哪一列啊 那你給它I列 逗點 哪一欄啊 那你可以給什麼 給一個 F 我們是要找E欄 如果E欄裡面的 值 小於等於7 小於等於7 空一個 Zen 做什麼事呢 Enter兩下 先 給它結束掉 這個if 然後做什麼呢 把資料 call到 F call到F 所以call過去是 先把要call過去的 寫在前面 call到哪裡寫在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 call到這一列 的 F欄 F欄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call call哪裡呢 call的是 這個 所以是A欄 敘述 Sales 括弧 I列的 A欄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J 因為如果一直是2的話 那不對啊 他要一直往下 所以 記得喔 在這個敘述結束之後 你可以在Next 或者在外面 在這個 這個後面的話 再加一個敘述 把這個J 把它往下 不然的話呢 這個J 一直停在第2列 J J等於J 加 1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 所以你把這個 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啦 反正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跟Excel對話 然後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這件事完成 那幾個重點 1 這個J跟I 都是變數 那所謂變數就是裡面的值會跟著不斷改變嘛 你給他什麼他就會變成什麼嘛 對不對 然後Fornas 指的是一個回圈範圍 從哪一列 到哪一列 對不對 那Sales的話呢 指的就是某個儲存格 的哪一列 哪一欄 IF Zen 指的是一個 邏輯判斷 那我們試一下啦 如果說你 應該沒問題的話 你按一個執行 他應該就會把你要的結果做出來 不過通常 可能沒有那麼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設一個中斷點 一般像我這邊會先設一個中斷點 所謂中斷點就是執行的時候 程式會先停在這裡 然後呢 你再配合那個 F8 他會逐行的去 敘述一下 沒錯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 等於就是說找到 有沒有 這個 幫你找到 已經到這個 第13嘛 所以你會把那個I 這裡面應該會顯示出來 游標放上去應該會提示啦 不過我們這電腦可能 他怪怪的 理論上會提示 告訴你說哪一列 他會幫你輸出 然後J加1的話呢 那本來J 是2 加了1 丟到前面去 就變成3了 然後再換下一個 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你會把全部執行完畢 OK 那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透過這種敘述啦 有點像你是翻譯人員 你把這個翻譯完 他就幫你把以前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的事情 全部都完成了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寧可 想一下 程式怎麼寫 我也不要做圖法 那你也可以在那邊 Ctrl C Ctrl V C Ctrl V 要做7次嘛 那這個當然你這邊看到是感覺好像 沒有非常的厲害 好像Ctrl C Ctrl V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資料量非常大的時候 那就非常厲害了 看到那個畫面一直在閃動 全部幫你做完了 這感覺會非常有成就感 那裡面的話有一些東西 可能細項 我想各位再慢慢去了解 尤其是 這個Sales 物件 他就可以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至於這個程式嘛 我有把它寫在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